聽說何芳姐有新的單曲喔 因為今年是我出片以來30週年紀念 所以我有一個紀念的特輯 一個單曲 我有MV 然後很奇妙的 我有一個很特殊的包裝 裡面還有我的電子書 全部三合一的一個作品在裡面 因為它是一個紀念的作品 然後我們就是搭配了一個精油在裡面 所以它這裡是一個鋁盒 然後那個是一個台灣的這個幼農 做的有機的精油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這樣全世界的疫情 所以我們也是保佑大家平平安安 永保平安快樂 我的這個作品的歌名 還有將我的電子書跟翻牆的記憶 描述到大概就是我16到21歲 特別21歲那年 我其實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其中一個小小的講一下 其實這次的故事 其實也是有一些這個黑社會 我21歲的時候在POP裡面 一直帶班唱歌 我們就唱完之後吧 然後捏領心血 然後那個領班 音樂領班就帶我們去山上吃東西 然後就碰到一些 一些比較不是OK的人 然後去找我們的媽來 非常吃到一個Hotel這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本來非常緊張 覺得快完蛋 我第一次生平見到阿姨姨 關鍵時刻就出現了一個大哥 然後那個大哥就都被講話了 很高大 然後其中有一群 就有一個做壞事的樓樓 就想要辯解說 是因為我們怎麼樣 那個大哥就這樣按了牌一下 他們就不敢講話 然後那個大哥就看著我們一下 就說一句 髒 髒 髒 我們就每個人 髒 髒 所以我就覺得說我們人生 有時候在年少那個時候 可能家庭當時有些問題 不是很想待在家裡 你會很想去外面找 找歸屬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有很多地方是很危險 你現在回想起來 就是人生是有恩典的 所以就把這些過往的事情記錄起來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資源 可以協助我們去 讓我們自己在很彷徨的時候 去找到出路 所以這些故事都寫在歌裡面 沒有 是看了我的所有的電子書之後 你再去看 再聽這首歌 你就理解翻牆的記憶 就是願時光有一天 其實我們都是可以雲淡風輕 最終的一個就是 幸福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 是 願時光啊 就怎麼潮洒雲淡風輕 幸福 該有自己決定 一響 就是有一天 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些的時光 可能曾經就是非常彷徨啦 或者是非常的狂飆啊 但是生命經過整理 你就會慢慢體會到平靜安穩 講到這個人生的故事齁 在我們人生當中應該也都會或多或少會遇到幾個這種moment 當然不見得會是被瑕疵啦 就是說這種很緊張 但是又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甚至有些時候是要面臨很難的抉擇 不知道勳哥有沒有類似這樣的人生體驗 在2010年 在世博那個時候 大家都想說到這個大陸去能夠發展 那是一個好像很大的一個機會 我那個時候配音還是很旺的啦 還是很旺的 一天通告 然後跑班跑個七八班 然後口袋都滿滿的 其實還不錯 所以我想說 趁這個時候我去那邊發展看看 結果到那邊以後 真的人生幾不熟 然後也是要從零開始 從頭開始 因為我想說我在台灣配音配得很好好的 然後如果到那邊還是配音的話 我覺得好像白跑這趟 我那時候想要做生意 比如說想要做什麼咖啡生意啦 我就到處看有沒有香料生意啊 咖啡生意啊 可是畢竟不熟 你要花時間 而且大陸那邊人家跟你要保鋼琴 花很多時間在銀酬上面 花了很多錢可是都沒有銀行 眼看著你的銀行 你的收入 帶去的錢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然後租房租房租都很高 然後又沒有什麼酬勞 好不容易會有大陸人找我去配廣告 收的是人民幣 酬勞都比台灣人要好 可是我心裡面就是 我在台灣配得好 我還不能來配音的話 幹嘛咧 我就是覺得說 不想做配音 不想在大陸做配音 還是做生意 所以弄得上不下不下 最後呢 打包袱 回來台灣 我朋友說我是配音一哥啦 回來以後呢 那一哥呢 什麼都不適合 那段時間就很多新人 就開始就卡位了 回來以後 錄音師說 你不是在台灣嗎 你不是都移民嗎 什麼的 回來 配音 錄音全都沒有 重新歸零 然後開始 就回來了 我一個配音圈的一個前輩 就是 賀世芳 我常常看到他叫貴人 貴人 他鼓勵我 他說 勛哥 你去參加那個 裴一家的演員 培訓 他是一個招考的 爭演人的 那時候我那一屆是400個人 去選16個人 結果 不錯 運氣還不錯 就搭上了這班列車 從那時候開始 首入 踏入了 鏡頭表演 上帝關一扇門 好奇怪 就是幫你開扇 上帝關了我們那個配音的這道門 只是關窗 但是他為你開門 感謝上帝 真的是很奇妙幫我們人生 關了一扇窗 又再開一道門 但是今天我們節目到這邊 要準備要接近文生 非常的榮幸能夠邀請到何芳姐 還有勛哥裡我們現場 那麼有機會的話 還是很希望能夠再跟兩位 前輩多多的學習 到時候也真的是多多的辦 幫助 那麼喜歡我們節目的螢幕前面的觀眾朋友 一樣也邀請你們 持續的關注我們 並且在我們的YP裡面 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OK 我們引渡人 下次見 掰掰 掰掰